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世界电视 2012年去台湾旅游的人数创下731万人次 其中北美地区的旅客超过了41万人次 为各国赴台旅游的人数排名第四 为了持续拓展及深耕北美市场 台湾观光局持续行销品牌宣传 配合媒体曝光以及旅行社的合作促销 期望吸引更多北美旅客前往台湾 体验台湾独特的旅游魅力 台湾观光局长谢卫军亲自带领台湾旅游业者23人 15日前往洛杉矶 办理旅游交易会和台湾观光推广活动 生活好评 我们觉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这个就是人 所以我们近几年来我们在推台湾观光年龄 因为台湾很喜欢办活动 那这就是说你要在什么时候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我们为台湾观光年龄 把一年来有42个非常重要的节信 都把它集合在一起 所以你到每个月份到台湾来 都可以参加各样的节信活动 那么第二点我们推出台湾的好奇 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有30条公共运输 直接到光光地区的一个巴士 你只要坐这30条的巴士的话 就几乎可以到达台湾80%以上的一个风景点 那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去台湾旅宿 这就是说我们所有一星级到五星级 甚至到特色民宿 这种温暖的民宿 这个旅宿的部分 你只要上台湾旅宿 这可以得到这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接待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旅行台湾的网站 就是说你不论在台湾各个点 你只要上旅行台湾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两百公尺 甚至一千公尺范围之内 什么地方可以吃的住的好玩的 这个都在内 那当然因为在不同的气候的孕育之下 所以我们的观光的资源 它是呈现非常多元 所以以下来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的观光的资源的体验 包括这个文化 这个浪漫 美食 购物 乐活 各方面 那事实上目前 非常多的游客 都到台湾来做这个深度的体验 特别是这个体验之心 那个就可以深度的了解 台湾这个生活跟理性之间的一个关系 今年的新情城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茶之旅 因为茶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 等于是一个常美食的一部分 那特别是台湾的这个茶 就像美国的这些酒壮一样 你可以到那边去参观 去参与这个自茶碾茶 做茶餐品茶 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这一整套做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新的行程 那第二个呢 就是温泉跟美食的结合 那我们知道最近那个热火养生 结合温泉 这个SPA这一块 也是很受到我们这个美国朋友的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有这样的行程来陆续推出 观光局北美之行强力推销 全台具有国际魅力景点 与地方特色活动 搭配自然风光 单车铁道旅游等方式 美食等具体产品 针对不同的课程 提供客制化的旅游产品行销 希望吸引更多北美地区喜爱长城旅游 并且体验亚洲文化 美食精华的客群到台湾体验 Taiwan The Heart of Asia的品牌精神 期待突破赴台旅客的新高峰 世界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